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台视 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婚礼前发生车祸 彰化一名陈先生6号上午在太太上班路上去换轮胎 一辆休礼车直接撞进了轮胎店 陈先生和太太两个人当时就站在门口 也被撞进了店里 当下陈先生以肉身护妻 不单手部撕裂伤还有骨裂 太太伤势较轻 而两人筹备了半年多的婚礼 原本将在10号举行 虽然发生车祸还是会带伤如期举办 一对夫妻站在轮胎行门口等着换轮胎 这时突然一辆深色休旅车 完全没刹车 朝着他们直接冲撞上来 人车都被撞进店里 车祸发生在6号上午7点多 彰化市张水路上 当时陈先生等着换好轮胎之后 又在太太上班 肇事的52岁装兴驾驶 疑似抢快左转 没想到整辆车失控撞进轮胎行 陈先生当下肉身护妻当场晕眩 被紧急送医 我马上吓到 所以我本人只能反映 先把我太太拉到旁边去 还好后面有人来做缓冲 我太太才没有撞几道柱子或是墙壁 车祸造成陈先生左手撕裂伤 还鼓劣太太伤势轻微脚叉挫伤 不过他们筹备超过半年的婚礼 将在10月10号举行 没想到离婚礼不到四天 居然又发生车祸 原本亲友都建议要延期 但现在确定要如期完成 婚礼会很特别在于说 新郎可能会做人员进场 这也是一生难得一致体验 事发后警方检测 肇事的装性驾驶 没有酒驾的情形 而陈先生和太太将带伤举行婚礼 恐怕这样的婚礼 也会让两人终身难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